我骂死魔法世界模式来了 在这个模式中不仅有地狱男爵 火剑浣熊 还有粉色的皮卡丘等新皮屋角色 而他们还为该模式带来了四个魔法技能 有参数 时间回溯 咒语射线 和魔法护盾 这几个技能看字面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要是还不懂的话 到时候实战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厉害之处 规则玩法 当游戏开始 这四个魔法技能会随机分配到船员身上 而分配到咒语射线的船员 就会变成邪恶的一方 也就是内鬼 其他船员只能合理地使用得到的魔法技能对抗内鬼 完成所有任务才能胜利 哦对了 在这个模式中 还有三个特殊道具可以剪到 这是迄今为止 所有模式从未见过的道具 可以说非常逆天和好玩的 第一个 灯光控制器 剪到之后 如果飞船灯光是破坏状态 点击它可以直接修好灯光 如果是正常状态 则点击它是破坏灯光 第二个是 大厅传送器 剪到后 恭喜你 你可以传认它直接传送到飞船大厅 可谓是逃生之利器 第三个道具最为逆天 飞船查看器 剪到后 点一下就可以开启全飞船上的上帝视野 还不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个船员的位置 颜色和在做什么 上帝视野持续时间为10秒钟 而这些道具物品 在游戏开始后 会随机掉落和刷新多个 不管是船员得到 还是内鬼得到 这都大大增加了游戏的玩法 想想都刺激啊 那么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游戏吧 这把咱们使用的是 头上有鸡脚 身后有尾巴的地狱男爵 很是帅气 好 开始开始 内鬼内鬼 我是最帅男爵 nice 第一把咱们就是内鬼啊 看来外观帅了 运气就是好 此刻我分配的魔法技能 自然是骤语射线了 骤语射线 冷却时间25秒 可以右键发射一道 绿色魔法光束 只要船员碰住到 就会立刻变成鸡腿 走 先去驾驶舱 看一下人员分布去 这 除了我在左边 其他人都在右边 走走走 去找他们玩玩去 人呢 人呢 东西哪了 休息室没有 货舱也没有 可恶的小浣熊 你给我站住 我的技能现在还在冷却 不过门已经关上了 看你往哪跑 小浣熊方便便 我吃定了 走你 哎 不好 让秀鸭都看到了 完了完了 这下身份肯定暴露了 哼 既然这样 那咱也不装了 摊牌了 我就是 宇宙最强内鬼 有魔法技能的 都用出来吧 我照样能刀了你们 诶 诶 吃道具 鞋 可以直接传送到大厅 咱们现在是内鬼 所以 他可是我刀人跑路的神器呀 我刀人CD已经好了 走 继续找船员去 诶 辉哥 你别跑呀 我真不是内鬼 你还不相信我吗 不信我给你看 诶 人呢 传送走了 哦 我明白了 他如果不是拥有魔法技能 就和我一样 得特殊道具了 切 传送啊 我也会 诶 又有一个新物品 灯光控制器 可以破坏灯光 诶 对咱们内鬼来说啊 没啥用 不用它 也可以直接掐电 看吧 破坏灯光后啊 果然有船员来修电 诶 地图 飞船地图 哇 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 诶 买一送一 把门关上 龟哥看你 诶 人呢 我去 又消失了 等一下哈 诶 没有 诶 像我刚刚捡到地图看看哈 诶 也没有 不可能啊 哦 明白了 他肯定是拥有魔法 隐身术的船员 哦 见到咱们就隐身 这小子 很是隐身和小心啊 估计之前一起玩 怕我了 不行不行 我这这鬼 当然太没颜面了 刀人刀人 魔法大刀 骑上阵 直接动手得了 嘿嘿 玉尔 对不住了 nice 走 找下一位船员去 我破坏了灯光 正等着来修 猎物上钩了 是秀妹子 我不确定 他有没有技能 不过 看他皮卡丘可爱的模样 八成是得到了好魔法 为了防止意外 我干脆不用魔法 直接过去 近身刀人 搞定 皮卡皮卡 嘿嘿 灯光吗 我又帮你们修好吧 接下来 就是猎杀时刻了 呦呦呦 看看 这是谁 那就 再见咯 OK 接下来 咱们只需要再解决一位船员 游戏就结束了 可恶 害我找了好久 你给我站住 你 诶 他真的站住了 这 我去 像是晚了一步 他用了魔法护盾了 有十秒钟的无敌时间 你给我站住 嘿嘿 没地方跑了吧 古得白 赢咯 哈哈 真不容易啊 主要是 这魔法世界模式 太多变了 如果说 我要比喻到其他三种魔法 估计也不好赢得胜利 再加上 还要特殊道具辅助 传言和内鬼啊 真的是势均力敌 这就看 谁先使用魔法技能了 幸好浪哥 我手速快啊 赢下了这场 下次啊 我估计就没这么幸运了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大家还想看浪哥玩什么模式 欢迎在评论留言呀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